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說 無防感應它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像有的人說 這個 曹尾還有還有人 無人招待大家人 有這種問題 大家要罵會有問題 因為人 一個人真的不影響於工作 因為這個面臨這個人口的 真正的人口的技術很大 就是承擋時也不大根本的感應 它不去影響進行的生活秩序 它有反而是新的變智的事情 這仰不成案 或者說有真正也不可能 但是我們並不緊張 大家都要靠油 這個很棒 我們希望能夠國庭 打這個高峰 不要一戰爬得很高 要能影響我們 要能自由 能影響我們 整個社會的活力 我們的日常也不可能 但是我們單位有幾位 我們反而一直去國家升行 有幾間 深數間 五六間就好了 我都算乾了 當然把人當這個 這個高峰 把人拉平一下 這時候又好